我们的主题是SWAC,地下水冷空调系统 而为什么我们想做这个主题呢? 因应全球对碳排放量的管制越来越严格 为此,台湾将于2025年开始征收碳费 以一定的排体量去做收费 接着,我们在折线途中发现 台湾2003年到2021年冷气的碳排放量上升非常多 所以,我们希望做出可以预先为室内调节温度 减少冷气使用量的辅助型空调系统 并搭配建筑绿化达到更好的效果 为了达到上述的两个目的 我们便想到可以利用大自然凉爽的空间、地下洞穴和树荫 因此,我们朝着利用这两个自然空间的方向去设计实验 接着是我们实验模型以及实验流程 首先,上面的蓄水池可以为埋在地下用来降温的水箱补水 接着开始输气到水箱内 降温后的空气会进到指定的实验空间 然后开始测每个空间的温度 最后再做记录 SWAC实际要和建筑结合可以利用法式基础的空间作为水箱 由外部的风机打空气到法机内 再将空气送至各层楼 而里面水位不足时则可以通过进水管补水进去 经过以上实验然后去分析结果后 我们可以知道空调能使建筑降温4.5度 就相当于我们利用了地下洞穴的凉爽空气 而氯化则是能为建筑体降温2度 也相当于我们利用了树印的阴凉处 两个结合的SWAC系统则是能在气温28度时让室内降温5度 在17度时可以让室内升温1度 因此SWAC系统可以达到东南下凉的效果 根据经济部的资料显示 空调每调升1度便可省下6-9%的耗能 一年也可省247元 而我们推论当室内温度越接近舒适温度时 空调设定温度就不必过高或过低 以次减省耗能 室内温度平衡概念如图 当SWAC系统作用下的室内温度越接近室内舒适温度 空调设定温度即可调高 最后是我们的参考资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